靳松熊您好 您好 可帆老师 非常高兴这次你能够跟你的伙伴们来到上海 做一个话剧 《人间正道是沧桑》 《常年耕耘》影视剧 这次重新回到舞台 面对观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特别的激动 为什么呢 因为我告别舞台时间太长了 十多年了 这其中也有一些个机会 邀请我参加话剧演出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参加话剧演出 必须是跟南京市话语团在一起 因为我是南京话剧团的演员 这么多年了 一直对这块土地还是非常的眷恋的 而且南京话语团培养了我 所以我演话剧一定是跟南京话语团在一起 在这去年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讲过这个提议 然后我就说好 没问题 我来 所以咱们不但是演了话剧 而且有了参加这个可烦倾听这样的一个机会 谢谢 咱俩约了也有快一年了 对对对对 去年夏天最热的时候 对 我们这个去年夏天最热的时候 这个我们一块拍这个光源梦想 光源梦想 就约到这个现在啊 负责一计将军 这个将功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其实在舞台上那种享受啊 跟拍影视剧完全不一样啊 不一样 你回想过去在舞台上这个演戏 哪怕是一个小的角色 可能都跟现场观众的这种呼吸啊 可以这个相互之间有一种这个刺激 反馈 这个作为影视剧来说呢 它很难有这样的一种享受 对 你还记忆当中过往在南京 石化剧团这个演出的时候 哪一些场景觉得特别的过瘾 你在舞台上的时候 其实啊 舞台上的光起来是吧 你站在上面 你是看不见下面的 尤其是那光强的时候 面光侧光 它爬起来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下面 但是你完全可以感觉到 下面有无数双的眼睛 就在你的脸上 在台上的演员 他的那种热情和热血 是被底下的这无数双的眼睛 一下就提起来 是不一样的 我经常说电视剧是什么呢 它是罐头 这个东西做好了 但是怎么做的 你是不知道的 怎么包装的 你也不知道的 我只是把这个罐头给你 卖给你 你回家以后你用什么容器装 你怎么去摆盘 那是你的事 但是话剧不一样 话剧它是热腾腾的摆在你的面前 你是直接可以品尝 你不用去加热 你也不用再经过什么 这个这样摆 这样摆那样摆 或怎么搭配 话剧是最直接的交流 所以在话剧的时候 它也避免了影视剧那种切换 说这个镜头停 咱们再拍一个进景 演员那气一下就泄了 所以我有时候在拍影视剧的时候 经常导演说停 我经常说 你让我说完 用到这就可以了 我难受 这气我没吐完 所以回来 把它痛痛快快地吐一次 你还记得当年在这个南京市话剧团 作为一个演员 在舞台上最过瘾的是哪一次经历 最过瘾的 这得回到二十多年以前 我演的秦怀人家 演一个书生 秦怀河畔的一个书生 他学建筑 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 叫许经年 他是把秦怀和所有的古老的建筑 绘制成了一个长卷 经历了战火以后 他又想把这些建筑 当年的秦怀河的景色 重新的复原过来 也几十年的跨度 当时的演这个的时候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话剧上 比较少 以这样的一个民间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主要演员去演 后来就想到了我的父辈 想到了我认识的一些个 比我年长的知识分子 我的长辈们 我就觉得这个话剧是 为他们去塑造这样的一个形象 除了话剧《人间正道》是沧桑 今年蒙静松还参演了《理想照耀中国》 《光荣与梦想》和《大决战》 三部革命历史题材献礼剧 有趣的是 他在《光荣与梦想》和《大决战》两部戏里 都扮演了蒋介石一举 俨然成了一名特型演员 更难得的是 他的演绎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被观众评价为还原度最高的蒋介石 其实过去在我们的认知当中 你跟这个人物之间还是有一定距离 生活当中并没有觉得 你像是一个特性演员 所以当你要去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 怎么去慢慢靠近这样的一个人物 完全不搭边 都不是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 就把我弄到这个角色上去了 也没有这种准备 之前有过两三次的机会 有导演说 你愿不愿意演这个角色 我这戏里面有 我觉得你可以演 我都毁掉了 我就觉得我跟这种特型 我是不搭边的 甚至是有一些排斥的 然后《光荣与梦想》 就咱们合作的时候 是第一次 第一次 我也是从别的戏上下来 八月份下来 剧组还特别宽容的 等了我一个多月 我才进组的 因为牵扯到一个发型的问题 他没法两边串 我必须到这边就头发全推光了 你如果说这边拍一点再回去 你就没法演那边的戏 其实《光荣与梦想》 我觉得我很惭愧 就是我的准备工作没有完全的做好 一直到了春节的时候 我才把这些资料等于陆陆续续的全部看完 看完以后 我必须在我身上要建立起来 我要的答案就是 国民党为什么会败 你占尽了天时地利的优势 你为什么会败 那么败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到的原因 我必须要找到它更深一层的原因 其实我做的准备无非就是这些 其实和人物的状态有关 和人物的我们的剧本上的台词 没有太多的关联 它只是间接的关联 但是我想你如果是不找到 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答案的话 在这个角色的建立上面 就会有空 就会有假 我不想让他流于那样的 泛泛的表面的这样的去演 而在系列剧《理想照耀中国》里 王静松主演了《雪国的篝火单人》 饰演一位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摧尸般战士 为了这个角色 身高将近一米八的他 减肥减到只剩五十多公斤 在拍摄过程中更是吃了不少苦头 但他却甘之如頤 就是你希望这个角色在塑造的时候 摒弃一切过去所惯用的那些表演的手段 让这个角色在一个极端的 一个寒冷的这么一个状态下 表现出这种人物的生理上的这种极端化 对 您说的特别对 让自己的生理去表演 它正常的反应 不要用任何的技巧 因为太普通了 这种一个摧尸般的战士被冻死了 他只是千千万万倒下的 红军战士的一个 这么多人参加长征 最后到达的三分之一人都不到 那些人去哪了 他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一个倒下 他只是一个最质朴的 甚至没有留下名字的一个人 连个名字 信个名都没有 我们其实原形是找到了一个饭盒 是在四川的一个革命烈士基建馆里面 找到的饭盒 这个饭盒上面刻了九个人的名字 没有真实的名字 它是代号 或者是它的外号刻上去了 或者是一个姓氏 那么这个饭盒我们可想而知 它是经过了九个人的手 前八个人去哪了 一个饭盒 一个金属的饭盒 当时的那种军用的金属的饭盒 它很珍贵 这个战士他死掉以后 他这个饭盒不会扔掉的 别人会拿着继续拿着用 所以他一直传了九个人 在催事班里面 那么历史上技术下来的这个连队 他在过雪山的时候 他是没有检缘的 那检缘的是什么 检缘的是崔石斑 是崔石斑检缘 可想这个崔石斑在保障整个连队过雪山的时候 他们做出了多大的戏事 他们是和梁氏有最直接关系的一个队伍 他不是冲在前线的 但是他的检缘就是最厉害的一个 你们当时拍摄的这个时候也是在一个真实的极度寒冷的状态下拍吗 是 当时的它的温度不是特别的低 但是它的体感温度极低 为什么呢 我们是选择了全是那个山口就是风最大的地方 在天池 长白山那个天池下面坡下面一点点的位置 它难度就在这 因为那个地方无法扎营 车辆上不去 就是没有供给 没有热水 没有卫生间 你也没地方坐 拍不拍你 你都要站着呢 是风最大的地方 你不可能说我躲到一个地方 一棵树都没有 当地的气温是零下二十度 手出来就几秒 几秒钟的时间 你再想拿回去 你是不可以钻起来的 它就是僵硬的 然后要把这个扣子解开 把手放到里面 把它悟过来 悟过来 选择这个地方 还是导演团队做的选择 已经降低了难度了 开始选的是四川海拔四千七 后来是总导演 傅东宇坚决反对 他说你这是要出人命的 你为什么选 选那个四千七 因为导演 刘国通导演去看警的时候 是把四千七的 所有的影像资料全拍回来了 我也看到 他第一个选择点是在那 后来回来以后一讨论 那个傅东宇导演认为 他说你 你在这个将近三千的海拔 就起码不会死人 你到四千七 他万一有这个基础病 呼吸系统各方面 是有生命危险的 危险虚数很高 他说你不是旅 你待一个小时就下来了 因为你是一天到晚 待在上面 那是喘不过气的 在那个风口拍了多久 八天 头三天是一个地方 第三天我们是收到了警区的 警区的通知 绝对禁止拍 是风扇的一个状态 因为暴雪要来了 就把我们给赶到外面去了 然后我们换了一个北坡 然后我们在北坡继续拍 其实北坡也是一个风扇的状态 到北坡呢 只是说海拔低了一点 不用爬到那么高了 那北坡呢 就允许我们 你们只可以在这块地方 不许再往上走 后面的五天是在北坡 我觉得还不算 因为时间短 时间短 还有更苦的 还有苦的戏 我记住第一次拍电视连续剧 南京电影制片厂 叫江南风云 在安徽敬县 陈村 非常美丽的一条小河 就黄山的背后在那拍 那个地方是没有住宿条件的 不可能考虑到 你一个电视剧组来着 我们住在一个非常简陋的小旅社 四个人一个房间 下雨那个房间就漏 房间里是四张折叠床 一个很小的简单的两抽屉的写字台 没了 我们四个人在房间里面挪床 躲那个雨 躲那个雨 露过去挪床 最后那个床被我挪成了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形状 本来是靠边 撕着百分之声 反正就这样依然躲不过去 后来拿毛巾把它叠起来 叠得厚一点 放在那个地方 让那个雨滴在毛巾上面 现在想想 那个时候并没有觉得 这个多苦 现在想想你跟现在的环境比 拍摄环境和住宿条件 那不是提高特别多吗 你的名字特别有这个时代特色 这个也应该是我小时候就是最早会背的一首诗诗 那跟我的名字有关 所以你初中之前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 生活过 我小学的时候都在 长津之路第一小学 我最向往的地方是南京路的那个第一食品商店 我进去就不想出来 还有咱们上海那种半块的雪糕 而且吃的时候我都能想起来那种心态 要慢一点吃 要让这个味道品味的时间更长一点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1967年 王静松出生于江苏无锡 由于母亲是上海人 王静松童年时代 曾经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 你的名字特别有这个时代特色 是不是跟那个领袖的诗句有关 暮色长盲看静松 这是我父亲给我起的 这个也应该是我小时候 就是最早会背的一首诗词 那跟我的名字有关 所以我父亲起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有时代特点 我的姐姐叫海燕 是吧 那种特别多吧 我叫静松 然后后来长大了以后 我认识了很多叫这个名字的人 都是年龄差不多 我记得我们拍光丸梦想的时候 你跟我说过 其实你祖籍也是吴锡仁 吴锡仁 然后你的祖上实际上就是三凤桥 这个降牌的前身 叫慎鱼肉庄 是吧 慎鱼肉庄 我父亲的叔公 他是这个店的创始人 曾经我的祖父 我的爷爷 都是这个店里面 他是一个家庭式的行业 都是在那个里面 就是一块打打工的 他们一起做这个店 后来我爷爷从这个店里面出来 因为结婚以后 成了家了以后 他自己要独立出来 我父亲跟我讲过 我父亲是一个不善于 交际的人 他每次就是站在那个店里面 看他叔公的那个照片 然后他也把我带去 说你看这是我的老叔公 你应该叫泰叔公 我说那你应该 就是找找他的后人 他始终就不愿意 我父亲是一个不太愿意 交际的人 你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是学的是矿井设计 他这一辈子是和这个煤炭 那个行业关系 你妈妈是上海人 是吧 对 我妈妈的祖籍是 我的外公是从宁波 他们下南洋 然后后来又到了上海 定居在上海 所以你初中之前在上海 生活过一段时间 生活过 我小学的时候都在 长宁之路第一小学 长宁之路第一小学 现在拆到了 以前是里面有个教堂 很美的一个教堂 那个彩色的玻璃 在那个长宁 长宁路有一个五角厂 长宁路那个五角厂 旁边它那个五角厂是路很多的嘛 叫五角厂 然后有一条路 斜斜进去一个小菜厂 小菜厂进去里面一个是 长宁之路第二小学 第一小学 两个小学紧挨着 我在第一小学里面 那你住也住在哪个地方 我住走回家就 几十米一百米吧 你记忆当中那时候 这个在上海 这个城市对你留下 一个什么样的记忆 鹅卵石 鹅卵石被磨了正量 那季节人人都穿的 那个小胶鞋 就不是那个北方那种高度 都是那种短的 北方就没有嘛 全是高的 南方那种短短的 然后小胶鞋 黄的油布伞 和黑的阳伞 黑的阳伞少 黄的油布伞 踩在那个发亮的 圆圆的鹅卵石上 是这样的一个记忆 然后我每次走到 那个小菜厂那边 是那个 呃 吃尾 吃饭 对 它煎的那个香气 这个叫吃尾狗 吃尾狗 这个叫吃尾狗 还有这个小馄饨的那个 它会搁一点点猪油在里面 是是 搁上一点葱花 嗯 调出来的香味 嗯 我每次拍到年代戏的时候 我就觉得 年代戏对于一个城市 你说它是上海 你说它是天津 嗯 我如何在你的镜头的语会和你的剧作里面读到 它是上海或者它是天津或者它是旅顺 嗯 这个很重要 你记忆当中 爸爸妈妈带你跟姐姐去玩的 这个最好玩的地方是哪里 嗯 中山公园 嗯 动物园 嗯 我最向往的地方是南京路的那个第一食品商店 嗯 我进去就不愿意出来 嗯 我觉得我们因为年龄差的不多 我觉得这个记忆还是基本相似啊 那你要不给我买买一包橄榄买一点糖 我是不会出来的 哈哈哈哈哈哈 在里边那看着各种各样的糖 太羡慕人了 嗯 还有咱们上海那种半块的雪糕 雪糕可以卖半块蓝色的包装 这样的一个方方的大概有这么厚 嗯 如果说比方这一块是一毛一 嗯 你买半个是六分钱 啊对了 光明台的中冰砖有有这么半块买的 对对对对 那我站的那个地方就那就烂 那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一个最美好的记忆 那要是一个人吃一个 那时候我们想嘛 一个人要吃一个买一个不用切开的话 那是奢侈的太奢侈了 哈哈哈哈 而且这个冰砖 而且吃的时候我都能想起来那种心态 要慢一点吃 嗯 要让这个味道品味的时间更长一点 嗯 但是慢一点吃带来的一个最不好的就是 就是他会养他 养他了 养他了 养他了以后呢 这你要是滴在地上那就太浪费了 哈哈哈哈 于是就拼命的要找他哪个要滴落的地方 赶紧把他舔进去 那也咋黑黑黑黑的钢给了 有点生硬了 那听也能够听啊 那听一点问题都没有 有点生硬 因为就是因为长时间不讲的原因 对 那在家里的话 那会儿这个妈妈跟你讲上海话吗 她不会特别的跟我去讲 我妈跟我爸她会讲上海话 嗯 所以那时候你出东的时候 从上海到这个徐州 心里边会有一点恋恋不舍吗 会恋恋不舍 每年暑假我都期望是再回来 嗯 但是我有一个 小时候不是先天性的势力不好吗 嗯 然后每年的理由就是你要带我回去 我要在检查势力 然后我妈呢 其实我妈也愿意回来 我妈每年就说 那放暑假了 我带孩子回去检查势力 所以暑假的时候我经常会回来 住在外婆家里 住在阿姨家里都住过 嗯 这边玩玩那边玩玩 然后这些个印象 嗯 太深了 留着太深了 可帆倾听下节预告 你那会儿去这个考这个表演的专业 父亲是很反对的是吧 很不高兴 最后那天要去考试了父亲 五张十块 放在玻璃板上 那会儿是巨款啊 对 给我钱是让我自己选择的 你想想这个选择是决定了你 这一生 你去哪了 那他是比较内敛的那种性格 从来不做情感表述 嗯 所以我觉得我感情戏还是也不好 我父亲要不走 没有地方住 你住到一个资料室 我在窗户底下放一个凳子 我每天钻过去 洗脸 洗完脸我再钻回来 一架子一架子书 我在中间躺 每一套书摆放的位置 我全 我全部知道 嗯 顺手就能抽出来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我听说你那会儿去这个 考这个表演的专业 父亲是很反对的 是吧 很不高兴 我考的时候他都不知道 到最后要做一个决定性的选择 这个事情是怎么暴露了呢 怎么暴露 对 我考的是一个江苏省戏剧学校 但是这个戏剧学校呢 它是代赔生 就现在想想我们那时候 简单没有考虑那么多 代赔生就是等于你考进了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出钱把你放在这个学校 明白 我两边考 一边是南京话剧团 一边是徐州话剧团 到最后的时候你必须要选择 徐州话剧团的团长当时 填着那个家庭地址 找到我们家来了 这个事情拜托了 一个导演 一个团长 两人找到我们家来了 跟我的父母说 你们俩二老就这一个儿子 应该让他留在徐州 那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隐瞒了 最后考的时候 我父亲还算是不错 虽然是一直反对 就说你这个唱歌跳舞有什么意思 他对话剧是没有什么概念 你去考是因为自己喜欢 或者说发现自己有点表演的天赋 喜欢 然后我是在上高中的时候 就是学生会主席 我是一个很活跃的人 老师对我都挺好 然后最后那天要去考试了父亲 五张十块 放在玻璃板上 那会儿是巨款啊 对 还是就是 给我钱是让我自己选择 但是我觉得我父亲那时候也是 现在的父亲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只有十七八岁 你想想这个选择是决定了你 这一生 你去哪 他竟然没有替我选择 我也不怪他 正因为他的这样的行为 拿钱去南京 你去考试 去吧 自己去 不拿钱就在徐州 其实他这种方式也很好玩的 就是看你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拿钱或不拿钱 对 他不替我选择 我最后考上了去南京的时候 我也记得很清楚 他给了我一个 五十年代的帆布的大箱子 那个箱子布装东西 也得有十几斤 1987年 他说这个箱子大 你可以带着衣服多 多两件衣服 然后就往里面塞东西 塞东西塞不进去 有一个网线兜 网线兜里面要放脸盆 和暖瓶 开水瓶 然后那个是不能塞在箱子里的 一个网线兜 一个箱子 我是一个手 拎着网线兜 一个手扛着箱子 从楼上下来的 没有人送 我都走到楼底下了 就是回头看看家里面 我父亲在阳台上面插着手 跟我说 说了四个字 好好学习啊 我说啊 都走了 扛着箱子 对 现在的父亲绝对不会这样 不会 现在父亲肯定追到学校 帮他把床铺好 对吧 你说没有 我父亲来过学校两次 都是因为换季 换季 他经常会到南京来开会 因为他们那个总公司是在南京 他经常来 会有些业务上的往来 他开会 开会的时候呢 就会带一床厚的被子 每次不超过五分钟 拿着那被子 用那个塑料袋全包好的 搭着那个塑料袋封好 用绳子扎好 到宿舍以后 坐在那个床铺上面 我给他倒一点水 他就拿着那个茶杯 很认真地坐在那 说 他们都是说 这是冬天的被子 天冷了 你要换一床被子 有没有东西要我带回家 我说没有 没有的话 好 你的钱要省着用 我说 够不够 我说够了 好 你妈说的 让你要和同学搞好团结 都是我妈说的 她绝对不会说她说的 让完了 没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那我走了 如此简洁 如此简洁 从来不做情感表述 所以我觉得我感情戏 要是演不好 我父亲要负责 绝对要负责 她是比较内敛的那种性格 领科生 老知识分子 我跟她第一次情感的表露 还是我主动的 我工作了以后 她这种送东西的形式 送到了我们单位了 一个深秋寒冷的夜晚 还下着小雨 她还没吃饭 我实在不忍心 就是让她这样就走 她又是那一套 放下东西就要走 我说你吃饭了吗 她说没有 我犹豫了半天 我只有五十块钱 我犹豫了一会儿 我说我请你吃饭 她愣了一下 她说你 请我吃饭 我说啊 我说你不是没吃饭吗 我说我也没吃饭 她说那好 她就拉出了一副 要吃一碗馄饨的架势 但是我当时就想 不能让她吃一碗馄饨就走 我说咱们俩去四川饭店吧 太平南路上的四川饭店 她说哎呀 去饭店干嘛 她说我们吃一点小笼包子 或者吃一碗馄饨 我很坚持 我说去四川饭店 但是到饭店 我们俩坐下 我的忐忑是 我的钱够不够 但是我想实在不行 我耍个赖皮 她也会把钱给我垫上 这是我心里的想法 但她第一个就把菜单拿过去了 拿过来 她说我来点 完了以后 她看了半天 真是仔仔细细看了半天 她说我们点一个火锅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火锅里面有荤菜 有素菜 一个叫十锦火锅 里面有一些几片牛肉 有几片羊肉 有那个安春蛋 然后有豆腐 有一点青菜 还有粉丝 她说我们俩吃这个就行了 每人要一碗饭 我就听了她的 每人要了一碗饭 然后 我实在觉得我第一次想她吃饭 不应该是这样 这是我从有记忆开始 第一次跟她在外面在饭店吃饭 从没有过 我坚持要再点一个菜 她又把菜单拿出去 她点了一个芙蓉炒蛋 我到现在都记着 结账的时候是43块钱 我非常高兴 我能付这顿饭钱 还找了几块钱 从太平南路的四川饭店出来 她要回到 她住的那个招待所 就是单位的招待所 应该是在古楼附近 我叫了一个人力三轮车 因为那天下了小雨 她还是要 坚持坐34路汽车 我就给了那个 登三轮车的那个师傅 五块钱 我说你把她送到 她的招待所 她上去了 她已经在 我们俩出来的时候 就是汽车站 我们俩已经站在汽车站了 她一直在埋怨我 一直在埋怨 她说 哎呀 她说有公交车 你为什么要叫这个呢 我说我钱已经付了 哎呀 你这样干嘛呢 等一会儿车就来了 她坐在那个三轮车上 我站在雨里面看她 回头看了我两次 你父亲有没有来剧场看过你的演出 没有 从来没有过 像影视剧啊什么的后来都没看见过 看 看吧 她在家里看 现在坐轮影 她也不能讲话了 但是 但是她 她知道 她那会儿 比如说 这个 第一次在电视里看到自己的儿子演的影视剧的这个角色 她怎么说 不表态 一开始是不表态 不给评价 不给评价 但是她每次都看 我妈都说 她每次就等在那看 后来慢慢慢慢的 她 有 认同 会说 哎你进步了 她会这样说 她说你进步了 她说的很不专业啊 她会说你的表情比以前好了 表情比以前好 她还闹过一个笑话 那时候在南京生活的时候 她来看我 她来看我以后很严肃 她住了有一个星期以后 很严肃的 有一天晚上跟我说 说 黄金松啊 吃完饭 我们俩谈一谈 这是会让我紧张的 他从来没有说我们俩谈一谈 而且 直接称呼我的大名 黄金松吃完饭 我们俩谈一谈 我想他肯定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吧 然后就到里边的房间 我把他交到里面的房间 我把门关上 我怕他有什么情绪 我说有什么事你讲 他说我也来了这些天了 他说你们这个行业要讲究的是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他说我怎么没看到你练功啊 他说你为什么不对着镜子练练表情什么呢 他说你是不是应该对着镜子练一练 哭啊笑啊什么的 我当时就差点喷了 我说你完全不懂 我说我不跟你说这些 我说我为什么要对着镜子练 那你怎么练呢 那你总要练 这是他对这个行业的理解 你母亲怎么看你过往演过的那些角色 我母亲就有多好 我母亲是不管的 她是觉得只要是你出来就好 别人我不看 从江苏省戏曲学校毕业后 二十岁的王静松被分配到南京市话剧团工作 出出茅庐的他并没有太多登台的机会 除了卸车装台做厂工 就是无所事事的坐着冷板灯 由于经济劫区加上无处可去 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独自一人栖身于剧团的资料室 与满屋子的书籍相依为命 你现在回想起来 重新审视那段岁月 对后来自己做演员 是不是其实是一次 非常难得的积累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从来没有抱怨过那段时光 我觉得每一段时光 它都是给我的积淀 我会感谢那个时光 我在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窗洞里面 每天钻来钻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房间里面是没有水管的 我要洗脸刷牙怎么办 隔壁是有的 隔壁是锁上的 它中间有一个那么大的一个洞 是窗户 我把这个窗户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呢 我在那个窗户底下放一个凳子 我每天钻过去 洗脸 洗完脸我再钻回来 再把这个窗户关上 每天都是这样 我从来没觉得 现在想想 当时觉得年轻嘛 也没觉得什么 但是现在我讲那时候 别人可能觉得 那时候好像你连个水都没有用的 我到现在没有觉得苦 我觉得挺快乐 就钻来钻去 钻来钻去 在两个房间中间钻 这边全是书 那边是锁起来的档案 所以它要把那个窗户要插上 我不能碰那些档案 但是我要用那一个水 我每天在那个洞里边钻过来 钻过去 很有意思 虽然是这个没有地方住 你住到一个资料室 然后周围都是书 所以你现在想起来也是很有意思 就是你看 一个人睡在一个 这个书包围的空间当中 也是蛮奇妙的 全是架子 一架子一架子书 我在中间躺了 两边都是书 那种方便呀 所以你要看书随手 伸手就 每一套书摆放的位置 我全部知道 顺手就能抽出来 你现在回想起来 那会儿读过的这个书 哪些对你后来 为人为义是影响特别大的 我看了多少 沙尔比亚拳机 布兰西套拳机 中国十大古典兵剧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 全看了个遍 全看了遍 但是很多我是忘了 实话是忘了 那个时候看 第一是消磨时间 因为看书不花钱 你就在这里看 实在是没有实在 就看 看了看完了以后 当时我不会意识到 这个东西对我有没有用 我不知道 可能你在最后十年二十年以后的创作过程当中 我突然想到一个人物是那个里面的 我突然想到了有一段的台词 他是这样的 他是这么写的 那是有用的 你跟福标的关系非常好 那会儿他也建议你去北京发展 是吧 他不是建议 他是强迫 他能说戏 把我半夜给说 困得不行了 他还滔滔不绝 他在你脑海当中最鲜明的一个印记是什么 非常的温暖 像你这样在艺术上有洁癖的人 你会觉得有时候会挺痛苦的 斗争是为了角色 你接了这个剧本 斗争就开始了 你如果放弃你的斗争 你损失的不是你的角色 你呈现给观众是什么样的品质 俨然的这颗心 他这种真诚的东西是谁也补不了的 下周同一时间 你跟福标的关系非常好 那会儿他也建议你去北京发展 是吧 他不是建议 他是强迫 强迫 强迫 他的邀请我把它当成一种客套 就是金松啊 那个春节以后 因为我们俩的合作 正好中间有一个春节 我把它当成是一种客套 就是春节以后你到北京来 到北京来 你也不用考虑别的 你可以住在我家里 我带你去每个剧组 去帮你介绍一些导演 我哪回去 我想我不愿意去添这种麻烦 到大年三十的时候 应该是 大年三十那种拜年的电话 大家礼貌性的打电话 他又问了一句 你买票了吗 我说什么 买火车票到北京来 我说好 我说过完年买 你记着买 我说记着买 到初六 应该是初六 初六的时候 你买了哪一天呢 我说我没买 我说真的要过去吧 现在就去买 就现在就去买 买最近那一趟车 我就去了 北京站他开了一个白色的大众 在那个等我 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 你怎么拿了一个这么小的箱子 我说我住两天 我说我就回 你回去干什么 我让你来 我就让你待在北京 你就在这发展了 我说那再说吧 我说现在我说来看看你 我说如果是接到戏什么的 你不可能接不到戏 这是去北京的一个开端 那是哪一年 01年 那后来是不是他带着你去 这个找各个方面的这个人 导演 制作人 接着第一个戏 就是把我介绍给李少宏导演 拍了一个电视剧叫曲曲四爷 那戏并没有播出 但是拍了是一个民国剧 他讲那个民国一些个斗曲曲 斗曲曲的一些事 然后不但是介绍了这个戏 他就问我 详细的问 这戏是说什么的 你演的是什么人物 你是干什么的 你跟谁谁谁有关系 我说我演的是一个 斗曲曲这个场所的一个老板 也是斗曲曲的一个靶石 他说你会斗曲曲吗 我说小时候玩过 但是就是小孩这样玩 他说不对 他这个是完整的一套 是很有讲究的 包括他的行话怎么说 他你这个 你完全不懂 他剧本上有吗 我说剧本上也没有规定 这些个东西 他说我帮你想想办法 第二天他说我帮你找了一个老先生 从八岁开始玩这些东西 那老先生也姓傅 跟他是同姓本家 就住在东郊民巷的一个胡同里面 他说他是在北京玩的 民间挺有名的一个人 玩家 他说我带你去 你别攻守 我就去拜师 跟那个傅老先生 拜师胳膊高 一头浓密的头发 很精神 我就说是这样这样这样 如此这般 然后老先生非常好 那个茉莉花茶 啪呼一大杠 就跟我说 从民国到现在的过往 罐有什么讲究 行话是怎么说 包括那个探子 区区那个探子 不是我们童年的时候 薅一个草 这里边有象牙的 有红木的 那个须子是什么讲究 怎么看这个曲曲 怎么叫厉害的 黑头的叫什么 红头的叫什么 哎呀 后来我回去 在剧组显摆 为什么显摆 小燕子坛的那个探筒 豆区区探子的那个探筒 象牙的探子 老鼠须 那须的那么长啊 那老鼠得多大个 老鼠须 傅老先生教给我说 拿去用 就让你拿到组里头用了 对 你拿去用 保证你这个东西 你们剧组是没有的 你既然是演一个把式 你必须要用这样的东西 你才是一个有一定身份的把式 不是一个趴在那个街角互通里边 跟人在地上那玩的 我一拿去全球组都傻了 说你还有这东西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有一个老先生 傅老先生 他教我这豆区 让我们觉得 能不能请过来 做我们的顾问 我又把那傅老先生 请到组里边 去了两天 这都是因为当时傅彪 他对我的创作 给予的帮助 就从表演的角度来说 他也是一讲究人 讲究人 一丝不够 他能说戏 把我半夜给说 我困得不行了 他还滔滔不绝 为了防止我困 他拿了一个铁关心 九点钟以后 电话打着我房间 今从晚上干嘛 我说我没事 我不会出去玩的 对玩没兴趣 到我房间来 去 去了以后 那也是一个大缸子 那个铁关心 哗一把 通房间 忽然哗 倒掉 然后告诉我 这叫喜茶 我说好 然后一人一个 宾馆的那个白瓷杯子 倒一点 你倒一点 喝了你就不困了 听我说 但我怎么喝 也就撑到一两点 大哥那边是 我说你五点钟 不是得化妆吗 没事 我可以不睡 真的受益危险 非常感恩这一段的时光 我能够遇到他 人是有惰性的 他就是那个鞭子 啪啪不停的抽你 他以自己作为榜样 然后抽搭你 让你不要懈怠 不要骄傲 我经常能够想起来 就是这么多年了 他已经不在了 我依然能够想起来 站在外面拿着个盒饭 在五星级宾馆的大门口 因为人家不让我们吃 在人大堂里面吃 有失风雅 出去 然后剧组协调完了以后呢 是副标可以在里边吃 但是他不 我要跟大家一块吃 就端着盒饭 站在我旁边 吃盒饭 我说你进去吧 他说不 你知道吗 这个风吹起来以后 有灰烙到这里边 这才是盒饭的味 我们就乐好 在那吃盒饭 他后来这个病了之后 你去看他的话 你们聊的最多的会是什么 第一次 我回去看他说 气色很好 就是还是很健谈的 后来再第二次再回去 就不太能讲话了 就没说什么 副标也过去很多年 如果你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他在你脑海当中 最鲜明的一个印记是什么 温暖 非常的温暖 你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你觉得安全 踏实 温暖 他会考虑的比你要多很多 他会考虑到你今天吃什么 你明天吃什么 你从这离开以后 去那个地方是用什么交通工具 路上安全不安全 他都会替你考虑好 这年头这样的人 送到林家 没有再遇到过 我想 我其实我有时候 内心里面在想 我想成为他这样 但是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我是会躲避热闹的人 我不会迎着热闹去上 可能拍完戏以后 我最反感的就是 大家一起 一起有个酒局什么 我不愿意 我愿意一个人待着 经常拍戏的地方 一个宾馆会有好多 好多认识的人 其实大家都是好意 大家见了面都很热情 有时候几年不见的朋友 突然给你提出邀请说 你到我房间来 或者我到你房间去 或者咱们今天晚上拒绝一下 你不太好拒绝 是一种热情 我是一个这样的 可能性格上跟他不一样 但是我 真的回忆起来 我会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他是一个想把温暖 给每一个人的 那样的一种热情 哪怕我再累 我今天已经累得不得了了 来一个朋友说 明天那场戏 好 你进来 请进 我给你倒上一杯水 咱俩说明天戏 再累都不要紧 我可以不睡 我也跟你说 我做不到 也许是富彪对戏 对角色的一丝不苟 极度讲究 影响了王景松 又或者是两位优秀演员 对待表演的态度和理念 高度契合 产生共鸣 进而惺惺相惜 成为知己 在后来的演艺生涯中 王景松始终保持了这份 近乎于强迫症的认真 严谨和执着 也正因如此 他塑造的每一个人物 都经得起审视与推敲 格外令人信服 你先回过头来想 这些年拍了那么多戏 塑造了这么多角色 大概从哪一部戏 从哪个角色开始 慢慢建立起自己对表演的那种 真正的理解 塑造了一个自我的信念 信念的建立应该是 我觉得张力导演的最早的一部戏 2005年拍摄的叫锦衣卫 可能好多人都没有看过这部戏 是一个讲明代锦衣卫的一个电视剧 和这个黄泉有关 那个时候这样的题材并不多 你属于是顿悟的还是贱悟的那种 可凡兄应该这么说 我不是那种 悟性特别好 我是一个 脸皮极薄的人 如果说我现场听到了一句 对我导演对我的那种 哎呀 哎呀我会很难受 是这个原因让我去寻根 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那我错在哪 其实有时候现场导演 他说没有时间跟你去解释那么多 你也知道现场那么乱 哎他说过了过了过了 说导演这场 啊行行行 就这样吧 就这种话会让你很难受 嗯啊 那我错在哪了 我回去我把剧本摊开 我一点一点的在回忆 那第一句话怎么说的 我的调度是什么 我的对手是什么样的 然后一点点的去找 我到底错在哪了 我到现在我还能记着一些个 场景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嗯 这都是我事后去找不回来的 嗯 一点点找回来 是在这种环境下 找回来 找回来建立你自己的信念 嗯 然后其实在回头看作品的时候 是有得失 到现在依然是有得失 嗯 依然是 是有得失的 因为影视剧啊 我们经常说的是遗憾的艺术 其实那个是一种解释 嗯 你刚刚说到这个张力导演 其实你 你跟张力导演合作的 这个大明王朝1566 你演的这个太监也是这个分寸感 拿捏的非常精准的这么一个角色 我到现在都不认为 我那个时候有很很高的控制能力 嗯 其实是 现场和剧本 嗯 首先是剧本 这个剧本首先是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 嗯 因为他剧本啊 刘老师的剧本啊 他洋洋洒洒 不像现在我们拿到的有些个剧本 只有台词 他对环境和人物内心的描述的那种 细腻程度 就 其实和文学作品 我们常说的小说 没有太大的区别 嗯 他会描述一个环境 就是人进来以后 啊 他走进了制造局 旁若无人的往前走 制造局是什么样子 制造局是干干净净 就是 一点昏沉都没有 然后他的四个干儿子 是如何跪在那个地方 然后一谄媚的看着他 他像没看见一样 怎么怎么走过去 这时候桌上是有 刚刚上市的那种橘子 啊 秋天的那种橘子 他轻轻的拿起来 然后把这橘子 怎么在鼻子上面去闻 完以后 然后把那个外套 轻轻的用一个手胆起来 然后又有一只手 迅速去接 他给演员提供的那种心理技术 是非常非常的长 嗯 这种剧本现在特别难得了 嗯 这是首先是一个剧作的基础 另外一个就是导演 现场给你的这种解剖性的 丝丝入扣的解释 当时我们是一天只拍 两个组 A比两个组 一天也就拍个三页多支 嗯 那个时候是没有时间的 不是像现在 说我们规定的 啊 工作的时长是多长时间 那时候没有时间 嗯 经常睡觉的时候就四个小时五个小时 这么长的时间 一个组拍一页多支 可想那种惊喜程度 现在不可能了 不一样 嗯 我们的道具 那个时候在06年时候做出来的道具 嗯 一张 大明朝的银票 你拿起来看 这样看看不见 拿起来 水印 嗯 我给你做上去了 用不用是你的事 你可以用 也可以不用 嗯 这样看是没有了 这样对着光一看 是有水印的 是有一个官方的 讲究 打印盖的时候 嗯 那是做的极致 嗯 大明王朝那个角色 你当中是不是有一个 这扎很多针的是吧 没问题 这是针扎的 扎到我们那个剪辑师都不信 跟张力说 你是不可能 那你骗我的 张力说就扎了 他这 他哪受得了这个 他这四十多人扎脸上 他还能这样跟 他还能演戏 后来他俩是张导 叫人 去喊我 把我喊到剪辑房 嗯 他说我不说 你自己问 嗯 他说那个 他说我就想知道 你是真的扎吗 我说是真的扎 他说真的扎 他说你不疼啊 我真就不是那么疼 但是他是有那种 酸 酸胀的 学位的酸胀 刺猬一样 你也能受得了 我说我就硬受呗 时至今日 王静松对于 大明王朝1566中 这场触目惊心的 真酒戏 已经不愿多提 在他看来 这就是做演员的本分 是当时情境下 自然而然的选择 也正是秉持着 这样一种 戏比天大的信念 包括王静松在内的 一众实力派演员 争其斗艳 共同成就了 大明王朝1566 这样一部 经久不衰的口碑人剧 此后的2014年和2015年 王静松又接连出演了 两部爆款剧 《北平无战事》和《狼牙榜》 这两部剧的热播 也让更多的观众 真正开始注意到王静松 感受到他透过角色 所传达出的 非同寻常的力量 这两个戏 其实你从这个戏份上来说 不算特别多 但是这两个角色 却把观众给抓住了 所以一个好的演员 怎么在有限的时空里面 让自己绽放更多的光彩 可玩兄 这些问题就把我拉回到回忆 《北平无战事》的剧本 王浦辰的出场是19级 事实上在剧作播放的时候 他的出场是26 我给刘老师打个电话 我说我不愿意演 刘老师说你为什么不愿意演 我说你看 他是个光棍 没有展现他的家 那么他一天到晚抽烟 他淹不离手 我说我在读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想象的画面是 他是一个蓬乱的人 他的头发长时间没有梳理 他的手是黄的 他的牙齿是黑的 然后他的扣子是零散的 然后我说这样的一个状态 还有一个我顾虑的 19级才出场 刘老师就说 他说我写的时候 其实是出现过你的 你的样貌的 他说你说到这个蓬乱的时候 他说我想你应该去了解一下 当时在这个民国的时候 蒋经国提过一个新生活运动 既然是这个铁血救国会的成员 就一定是江西青年干询班出来的 你了解一下这个 你就不会再提这样的问题了 然后我瞬间就觉得 我的准备是如此的不充分 如此的无知 我就去了解这个 新生活运动 了解完了以后我接受 他出场虽然很晚 这个人也是对我来讲难度很大 因为他没有什么行为 他始终是一个旁观的一个人 他像一双眼睛 静静的 他唯一能够表达内心的 就是他手中的那支烟 现在我们是夹在中央党部 和预备干部局之间 该如何面对 请局长指示 我说今天这个电话是怎么回事 一点声音也没有 立刻给我去查 他靠这支烟来平息 他内心的那种波澜状况 让自己冷静下来 是一个比较清淡的人 拍的时候还是跟了一个全程 蓝牙榜是十天 蓝牙榜才拍了十天 只拍了十天 而且是我已经在 接别的戏已经签了合同了 他们说 这有一个角色还是不错的 叫颜鹊 你要不要过来演 那我说我要看一下剧本 就发过来 发过来我看完挺好的 然后跟那边的剧组协调一下时间 是可以有这个时间 我才过去 其实就十天就拍完了 不是很多 但印象很深 印象很深 有一场戏 有一场戏梅昌苏来跟你说 要你去支持静王那场戏 就我很喜欢这场戏 就是演人之间那种张力 他是有一个过程 他有从不信 互相的揣摩探测 到最后完全的接受 颜鹊是一个冰冷的一扇门 梅昌苏等于是单刀植入进来 要融化开他 这个戏里面的这个尖兵 把这扇门打开 等他彻底敞开的时候 发现他这个冰冷的外表 其实里面是一团雄雄的烈火 是这样的一个 这场戏是三叶多指台词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很感谢孔岛的这个两次合作 你说的这两部戏的导演都是空声 都是空声 对对对 现场鸦雀无声 给了演员一个非常好的创作环境 就是真的所有的人走路 都是踮着脚 生怕会踩到地上 发出任何的响声 那真的是现场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一根针掉下去都听不见 我非常感谢这样的创作环境 我觉得这是 整个的创作团体 包括导演 给予演员最大的支持和信任 那军事联盟当中的 许玉这个角色 我觉得也是可圈可点 那是我的偶像 特别是这个最后 你跟余和伟的那场对手戏 这个听说 你们俩是没有排练过 没有 张永鑫导演 没有排练 我们简单的对了一下词 不带情感色彩 说了一下 简单的调度 因为张永鑫导演说 我这段词只拍到哪儿 然后后来会有起身 他说我另外在拍 然后何伟就说 我请他坐下 然后我顺利抽一个电子过来 然后就 我一定要坐在他对面 就是很看见的地方 然后规定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张永鑫导演就说 那我们就碰就碰吧 我们别走了 因为这是情感戏 就不要走了 直接来 行吗 然后我们都说可以 我们就直接碰碰一面 他 我 何伟在这儿 我在这儿 我们就是对面坐着 他监视器是在这个房间 他说他往这个方向走 他走了几步 他又回来了 笑嘻嘻地看着我们俩这样站着 然后说 说这场戏我们看南京的两位优秀演员 然后走了 手上拿了一支笔 换了换了换 进到房间里 都没动 其实是何伟也没有动 我也没有动 就坐在那 半天也没有人动 工作人员也没有动 然后第一个动作是张永鑫导演 从那房间里出来了 出来以后 在门口站了一下 眼睛是红的 我就 我看到他站了 他站了有几秒钟 讲不出话 我就知道他 他认同 他认同 他也被感动 对认同 他说不出来 他站在那地方 一直站着用手捂着眼睛 这是那天的现场 是不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跟这个 一个强有力的 一个对手 一起来拍戏的时候 往往互相之间会有那种刺激 我这么多年 我一直是深爱着我的对手 我真的是深爱着我的对手 我希望他是强大 并且能够我可以信任 你记忆当中 除了像何伟这样的演员之外 还有哪些对手 你现在想起来 就是来回两个人的气场 可以融为一体的 少 真的少 可能这句话会得罪人 但是真的是少 不多 但是有的时候 我就会很高兴 非常的高兴 像破冰行动里头 这样的反派 很多的细节的设计 都是事先有一些预案 还是说是一种 在表演过程当中的 即兴的所谓 都有 特定的东西是要设计的 因为那个是 毕竟是要走戏的 那个时候要走一遍 那个时候要走 在走的当中会不断的磨进来 调整进来 会有的 有些的东西是随机出来的 杀陈光荣那场 等于他最后决定要杀掉这个人 这个人留着是个祸害的时候 他用手在不停在划那个木头 那个是不是设计出来的 眼镜也 擦也不是设计出来的 后来我看到很多人评论说 这个眼镜摘得好 我说那个不是 那个是随机的 因为我要看清楚这个人 但是其实我是站在雨里的 那个雨水不停地 从你的眼镜片上流下来的时候 你看不清的 我们戴眼镜 那一定要拿下来擦 但是我下意识的是 不愿意让我的视线离开这个人 那我拿眼镜了 我还要在这 那我还要完成擦这个动作 就这样 这是一个 其实是戴眼镜人的 能够做出来的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和角色能够 在那一刻能够融合 抠那个东西是 那种恨不知道怎么发现 我就抠了 抠完以后导演就说 拍特写 我说拍什么特写 你刚才抠木头了吗 我说抠了 就拍那个特写 我就是那个指甲盖在上面 狠狠地滑 这是 这是有意识和无意识 滑是有意识 那眼镜是无意识 还有你这个父子分别跟儿子 这个把扣子扣上 那是有设计的吗 是 那个也不是设计 那我父亲就经常两队 我上托儿所的时候 他经常会来看我 热了 孩子在那边玩 跑了一头汗 我父亲就来 然后摸摸这个里面 湿了 然后就把外套给我脱下来 给我挂的那个 挂起来 然后冷了 拿了一件衣服来 就给我这样一个一个扣好 这样 这都是父亲的动作 然后只是把它用在戏上 通常你接到一个角色 有一些 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这种方式 来接近这个角色吗 会有 会有 我会寻找在我的生活的轨迹里面 有没有跟他那种相交错的那个点 可能会并行 如果能并行会更好 但是有些个年代更久远的 可能就找不到并行 但是在情感上 你能找到共通的点 也就是 我们说的情感上要做到共情 那其实这些个点是我们要找的 其实要找的是温度 是决策的温度 我让你一向对这个细节非常的关注 听说你有的时候拍这个古装剧 甚至这个道具 这个器物 你到这个自己去考证过 然后带个剧组是吧 是不是有点洁癖的 有点 在这个方面是 不能允许的 不能允许的 反正也不好 或者人家说 会说我矫情 会 会 说 那别人能用你 为什么不能用 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在我来讲 是 真的不可以这样 它会毁掉你的信念感 如果说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这个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 给了你一件东西 你可以 你可以非常有信念的去用的 但是当你知道这东西不对的时候 你每次一看到它 它会不断地提示你 错了 错了 就这个东西在说话 它会 它会不断地告诉演员 你错了 你很丢人 你错了 你很丢人 它会破坏我的信念感 其实做这些的功课 我是顺带 当我能知道的时候 我一定会告诉他们 这个 这个东西不对 比如说前两天在拍戏的时候 就是一个术语 我们有一个 年轻人 他可能是说错了 他说就是日本的军队 他说 56团 我说日本没有这个编制 他的军队没有团这个编制 他只有诗团 他没有团 他也没有诗 他也没有团 他只有诗团 一定是你错了 那可能是口误 就是 我 我不接受这种 像你这样 在艺术上有洁癖的人 在这个艺术创作 尤其是今天这样的一个 相对比较浮躁喧嚣的状态下 你会觉得有时候会挺痛苦的吗 我开始的确痛苦 痛苦 其实你痛苦的同时 别人也痛苦 对吧 你告诉人家这块玉 带错了 然后别人也痛苦 怎么你那么讨厌 我这幻的不是幻你一个人 我要幻全剧组织的玉 我全要幻 我就说过一个道理 汉代的玉 且不讲智识 那么流传到今年 我们到现在 到博物馆也好 我们到股丸市场也好 我们到藏家手里面 行家手里面 大舰商家手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的食物 全是带亲 为什么 2000年以前的东西 不可能传世 你能相信吗 说突然有一个人 拿了一块玉 说这是我们家传家的 你们家传2200年 不扯吗 一定是出土 那么既然是土葬 埋在土里 2000两百年 一定带亲 所以我们看到 每一块汉玉 极少数啊 可以没有 极少数 那除了就是明代的时候 就被藏起来了 又传到现在这个时候 那无形当中 它就短了好几百年时间 那么你现在 我们演了一个汉代的剧 你作为一个服装 你把这个玉 全部配上戴亲的是对吗 当年的玉可是新的 它不可能戴亲 花你给我弄了 头上也是 腰上也是 全戴亲 我说我是一个挖木的 天天刨人家坟 然后把这玉拿出戴上 不讲你这志士 对吧 这个细节我不允许 别人我不管 你给我坏了 别人也痛苦 那我现在会养成一个习惯 我提前就说 我看着就去 不是我就说 然后让副导演带话 拜托一下 那是布陈老师 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样 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样 那咱们提前沟通好 就避免这些矛盾 我现在倒没有这些个说 我可能更会避免这种矛盾了 斗争是为了角色 你接了这个剧本 斗争就开始了 斗争已经开始了 你不要在乎任何人不高兴 你斗争结束了 这个角色也完成了 只看结果 而不看你的过程 你如果放弃你的斗争 我不说 我要做一个好人 OK 你损失的不是你是角色 你呈现给观众是什么样的品质 所以我的斗争还在进行 只是我可能会圆滑一些 我记得有一年电视节 你专门来做过一个主旨演讲 讲到过这个现在的演员 好像这个把背词 作为是自己了不起的一个功绩 引起大家很大的关注 你准备 是不是把台词背了 你就觉得特别美好 然后第二天 很适合我的跟别人说 我台词背的特别好 全背掉了 你找人没有 我真的很疑惭 就是 什么时候我们这个职业 变成了背台词 都要被表扬的一个职业 背台词是什么 背台词是战争上战争的那支枪 你能告诉我你到了战争 你告诉我我没拿枪吗 哥凡兄我得罪人太多了 因为现在的这个剧组 可能跟20年前30年前 那种剧组的情况就不太一样 它的这个整个的速度 运作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节奏快 节奏快 然后这个可能资本的接入的力量 也比过去要强烈的多 这个氛围跟过去来比 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有差别 因为制作的原因 我们的美术 我们的陈设 我们的服装 我们的装束 看似奢华了 看似更大 更雄伟 更壮丽 更五颜六色 更色彩缤纷 事实上 它离准确 越来越远 就是考究这两个字 差的太多了 这是第一点 就是表面的设法 和真实的准确度 差的太多了 另外一点呢 就是在高节奏的工作之下 放弃了我们应该有的标准 是向资本妥协 这是向资本来妥协 我们可能更多的说 不是说你内在的条件 是不是符合 而是说你外在的条件 符不符合 然后经常会说 我们可以用外力 比如说我们有CG的技术 我们有剪辑的这把剪刀 甚至我们还有一些个音效 我们会有一些音乐的铺垫 可以弥补很多的东西 但是演员的这颗心啊 他这种真诚的东西 是谁也补不了 真的 谁也补不了 其实你有很多爱好 你爱品茶 爱闻玩 你觉得所有的这些 是不是对于演员来说 总体的这种审美 会带来很大的益处 倒没有想到是跟审美有关系 因为你喜欢它是没有原因的 没有原因 而且你喜欢它以后时间上 我是觉得它能让你安静 你看我这些爱好 哪是跟别人玩的 就独处的时候玩了 对 你可以一个人喝 你手上拿一块鱼 你可以自己玩 而且你在我们这个行当里边 你跟人家聊这些东西 很少能有知音 前两天 王刚老师还 我给他请教的事 他还在讲 他还在鼓励我 他说金松你有这个爱好特别好 他说你看我们这个行业 我也这样 这样几十年的走过来 他说很少能够找到知音 能够有这样的独特的爱好 而建立自己一个 很好的一个审美体系 我也跟他说 我说其实我也是 这种审美也是很孤独的 我跟谁讲 我跟谁讲这些东西 它涉及到一些个 比较行内的一些个术语 别人就不接受 可能我 我说我想 我想做得更好一些 我想在这个领域里面 因为我有兴趣 我想 我想 把我的 这个 鉴赏能力 再提高一些 我说我得多学习 学习 你文案当中主要是 对郁特别有兴趣 叫郁气 这门大学问 我也 经常在这个上面 也经常会吃亏 很正常 但我也不气馁 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玩的 谢谢金丛兄 谢谢 谢谢你